既名字像 一于妄子分别假名言相过 有前面的一个所谓的聚生我词 后面就是听到了这个名字以后 东西没有看到 那个情绪就油然而生 人眼睛里面释迦摩尼佛举的立马 口渴告诉你前面有一片梅林 梅林还没有看到 一听到梅字 口齿伸金 这个就是静名字像的作用 一谈到钱 哎呀你做某某投资啊 做什么事情 你会财源滚滚而来 根本就是还没有投资 钱财都还没有看到一个影 可是光看到那个规划 听到那个名称有没有 就觉得眼睛发光 好像钱财已经在前面 见钱眼开不是这样来的 谈到鬼鬼来了吗 还没有光看到鬼就觉得毛骨悚然 就是那个名字像就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所以依直取像立假名分别一切假名元素 因为有强烈的那种 第四的直取像 才会有这个第三的直取像 才有第四的记名子像 依着你的直取立了不同的名像 然后名字一听有没有 根本就没有实际的境界 我们就开始 里面有七情六欲出来 所以经书讲嘛 有此凝固 不带眼见 耳闻善恶之明 眼睛还没有看到实际的状态 光听到这些我们就开始骂了 这叫分别我词 现在的社会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以而传而的一大堆 网路嘛 然后接受到不正确的信价 骂了老伴 最后才跟你讲 那个原来是假消息 你被假消息给困惑 慢慢淡化了 还是一句啦 跟心性无关的事情 有一点情绪的带动 刚开始学武法 可是不要全力去投入啊 所以人且今讲 相名长相随 而生诸恶想 有了这个名字 相以后有没有 光听到名字 就常常有那个种种的妄想心 所以境界不必出来 这个以现实环境讲 偶尔我们在家里 闭门家中座 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忽然想起前程往事 让自己不高兴的事情 你那个情绪又跟着奔放 他就属于这个区块 这个叫做分别我之 他容易受后天的影响很多 他跟前面的直取向有相关 但是这一生的环境 外在的虚拟 又会加重他的一个分别 所以我们如果在学习的过程 先不学会控制自己 不要让外面的境界 去吹动自己的心 你新的境界来 我心就动 无名不断的加深 那你要把这个 本有的无名去话 你哪里来得及 因为你不断的在加重 自己心里的一些 负面的负担 所以佛陀讲世正经 未生恶令不生 以生恶令除 是事情发生了 我动了恶念了 有实际的境界了 那个恶念要把它扫掉 接着要想办法 让自己在无事的时候 不要随随便便的起心动念 所以我才说嘛 外面的那些讯息 对于人生的一个批评啊 然后对于影歌星的一个 谈人家的八卦 少去涉猎嘛 你很喜欢这些东西 你就让自己跟他生疏一点 所以点来点去 就不要点他就好了 哪个明星离几次婚啊 哪一个人有没有怎样 干你何事啊 如果跟你有关 你谈一谈还好 跟你无关 你去照那个口业干什么 可是想当年 自己没有在研究这些意理 后学也是很喜欢 看这些八卦新闻啊 谁离啦 谁取啦 谁被狗仔队给抓到啊 乐此不疲啊 你把人家的垃圾 来污染自己 那不是傻瓜一个吗 研究道理以后才知道 自己过去 在无名的控制之下 天天做傻瓜而不自觉 所以古德讲了 静北分散 顺己之情 便门为散 明为散 你碰到了一件事情 真的是好的吗 他合乎你的意思啊 你才称他为散 我早上看到的那棵树嘛 为我遮阳嘛 八点钟了 不要让太阳晒到我身上 我觉得他好啊 那静亦非乐 以为己之情 便门为恶 明为恶 荣心花园的旁边 那一大牌的树 那不是很多人 也认为很好吗 那为什么我就认为 应该把他连根爬掉呢 因为他的落叶 我要去扫嘛 跟我有关系 损到我的力气 我的时间嘛 我就觉得他不好啊 为己之情 合不合乎你的意思而已啊 所以我们所谓的善跟恶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在思维 所以我们仔细看 这个世间没有绝对的善人跟恶人 除非已经 离开了人世间走修行的路 我们谈世间人 所谓的善人跟恶人 就是站在你所看到的角度 你看到他好的一面 所谓的恶人就是你 你看到是他不好的一面 那好的一面你没见到啊 那同样你觉得他是好的 恶的一面你也没见到啊 这是从佛门里面去讲的 记不记得我们在大学里面 恐怖是讲的 他在大学其中有一章不是讲吗 人都不见自己那个秧苗之朔 不见子之恶嘛 为什么一个贪心嘛 一个互赌之心嘛 我的孩子嘛 你讲他不好我当然不高兴啊 可是你讲人家的不好 有没有就蛮高兴的啊 人真的蛮有私心的啊 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维事情 而我们的角度未必是公正的 所以故善恶相以致不失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定的善跟恶 他已经不是事情的一个原貌了 何况有些事情你还没看到 况于名字的起诸道情 只是听到那个名声啊 听到那个声音 看到那个名相 你就开始定善定恶了 宁非是假 那不是很虚幻的吗 所以真正学到的人 在学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发觉 彼此之间能够谈论的话题不多啊 谈论到道的话 道理还真的是很能谈啊 谈到彼此的一个修养还能谈 除了这些之外 他真的无话可谈 没得说了 不乐说啊 所以分别我之 所谓的记名字像是分别我之 他从哪里来的 后天不正确的思想 希望分别而来 比如我们讲坚固执着 四大为我所有 就是我 这个身体就是我 或者我们接受一些 邪师邪教的错误之间所影响 上次有提到吗 提到这个什么 他是武教圣人的老师是不是 他是宇宙万有的造物主 武教圣人已经不乐于去当人 武教圣人是受他自派的 可是你看跟随的人那么多 闲闲什么原因 大家如果没有心学到 不会走修行这条路 那为什么你跟我这么幸运 一开始走在正知正见上面 一开始在行进的过程 也有外面一些外道诱惑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偏 他跟你的过去生有关系 这个邪师邪之间 前嫌一定要有能力去判断 而且要有能力保持距离以侧安全 因为你一旦跟他挂上钩以后 你真的不要用 我只是这一次去听一听而已 你只要接受了阿赖爷落泄 这个不好的种子 未来生他就跟你形影不离 什么时候那个种子连根拔掉了 你在修行路上才能够免除 流于邪道的危险 怎么会相信呢 听他唱歌啊 听他手指头摆两下啊 什么病毒都消失了 那很简单嘛 我们就一个飞机 钻机就把他送到其他国家去啊 你八万人十万人得病都没关系嘛 我一天点个一万人很好点嘛 手一点这还不简单吗 或者不用你本人嘛 把你的歌曲录起来嘛 透过麦克风去传出去 同一个时间全世界人都在听 有没有 我看每一个元首都愿意啊 只要你这样说一定有效啊 那不一戏之间就扬名立万 可是他旁边乐此不疲的人还是很多啊 这跟你累积的因缘有关系 所以要小心 这个叫做见货 所以寄名指向是见货 哎呀 我觉得令狗好吃 没有 苹果好吃 在那边争来争去 结果令狗跟苹果是同一样东西 你争老半天争什么呢 就是这个意思了 如果你透过名指向你了解事实的真相 你还会在名指上面去大作文章吗 就不会了嘛 所以小圣出国入剑道位 剑空成圣 虚脱还果他就破了这个剑果 所以才讲多文为入道之本 破邪之剑唯有靠正剑去破 你不听闻圣人的毅力 你怎么有能力去破 这个就是别教的初诸位 虚脱还叫做别教的初诸位 所以直取向寄名指向 这两者都是初获 也就是第六意识来自主观意识 所以才教我们第一个先破身无我 第二个破心无我 圣物性辱义 辱义不可信啊 你的主观意识不足以性的 然后法无我 你外面的一切境都没有独立的字体 障因托源 缘起则有缘灭则无 一口气不来 谁是你的夫 谁是你的儿 谁是你的妻 万贯家业在哪里 都没有 所以想通了才能够去看破 看破了才能够去放下 要不要想得通只有靠自己 别人永远是助缘 谁也帮不了你 助缘就是别人提供我一个拐杖 我终究要依着这个拐杖 最后我要能够站起来 独立自主 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麻烦 我给你了 他